我曾漂流在无边海上 抬头看不见星星和月亮 没有人在乎我是谁 陷入漫长黑夜一路跌撞 我曾爱过了无数风浪 倒影有你微笑的模样 当我们背靠这杯了梦想 所有遗憾都成了宝藏 所以无论多冷多暗 多让人失望 再苦再难陷入了迷茫 你就是答案 我不灭了信仰 只愿朝着光 带你一起飞翔 让你听见云层跳动的心脏 我只愿朝着光 就算未来跌宕 我都会坚定地守护在你身旁 朝着光 我都会坚定地守护在你身旁 我都会坚定地守护在你身旁 曹小兰 他们去相关部门问一问 问问他们知不知道这个情况 如果知道的话 他们后续是怎么处理的 行 我马上跟他们说 嗯 一定要悄悄进行 不要打草惊事了知道吗 明白 何老师 按照您的教诲 我去采访了食堂炒菜的黄师傅 然后写了这篇稿子 你看看还有什么要改的 怎么没有新闻当事员的现场采访呢 我采访了的 我问了炒菜的黄师傅 请问你炒的菜为什么那么难吃 他说滚菜菜了 因为有粗话 所以我就没有用 你真的这么问的 你这问题吧 虽然很真诚 但是 偏个人心想 不能这么问人 那我应该怎么问呢 您好 这里是新闻进行时 我被吴诺尔骗了 我要曝光他 您好 您说的吴诺尔是 吴诺尔你都不知道 就是那个 刚刚成了最佳男主角的那个 吴诺尔 是那个男明星 就是他 请问他骗了你什么 他说他爱我 他要跟我结婚 结果一转眼 他就跟那个 赵新闻结婚了 你确定是吴诺尔本人跟你恋爱吗 我确定 我百分之百确定 我要向所有的粉丝 举报他的真面目 让所有粉丝知道他的 渣男的真面目 好的 您的电话号码已经记下来了 稍后我们的记者会跟你联系 请你们快点 感谢您的来电 这真是什么情况 他们人呢 他们好像都出去了吧 经济学里 有个术语 叫做机会成本本 根据我 这么多年的观察 研究 每个人 一生中 至少 会遇到 三次 财富重分配的机会 所以 当机会来临时 一定要好好的忙活 千万不要让他 白白地 溜走发 那么想要抓住机会 你必须具备杀手的直觉 也就是说 你对市场的敏锐力和动态 首先 我们美美 多许多许多许多的 币邦 你去电影院 你要买电影票 你要买爆米花 那你很纠结 你在抉择 我是买电影票 还是在那爆米花 好 我是为了看电影 那么对你 依他人来说 币邦基亚干的 你让他去看一张电影 上去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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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办呀 他们要见杨教授 我快拦不住了 你稍等一下 我再打个电话了 你怎么老偷在一个地方 这块有个水字 我以前怎么没见到过你 我新来的 这手机是干吗的 这可能是不小心 碰到照相机了 这地儿怎么那么多水啊 我这保姬阿姨 你过来赶快把这拖一拖 这花应该是漏水了 走走 我给你进去看一下 这要是有人经过呀 这摔倒就坏了 行了 行了 怕干净了 差不多 行了 这里面怎么了 不好意思啊 没你的事 请离开 我帮你开 我帮你开 喂 手机给我 我刚刚救了你一命 什么 要不是我 你就被人给识破了 识破能怎么样 大不了打我你对不对 也是啊 他一人还真不一定是你对手 你那么厉害 不过你拍这素材就没有了 那你想怎么样 你拍的素材 也拷贝我一份吧 有可能 白杨 做人要知恩图报 手机给我 你还欠我两条新闻 你还欠我两条新闻 这样我把手机给你 咱们俩就两清了 你还欠我两条新闻 这样我把手机给你 一方面是探索真实信息 另一方面是对人的心理 人性的本质 人性的优点和缺点进行挖掘 何老师 你说得好高深哦 我又听不懂了 其实一点也不高深 你就是跟着记者出去外采一次 就都懂了 你好 新闻进行时 你们的记者怎么还没跟我联系 半个小时以内 你们的记者要是还没过来 我就从三十三楼跳下去 千万别 小姐 您别冲动 您现在人在哪儿 我现在在家 具体地址是 博雅小区 三栋二单元 三十三楼 二号 好的 半个小时之内 我们记者一定到 那我就再等你们半个小时 这是要命呢 何老师怎么了 有个女观众威胁 说半个小时记者还不到的话 她就跳楼 跳楼 但是今天好像哪儿有什么大事 所有人都被白老师派出去了 看来这我能跑一趟 何老师 要不你带我一起去吧 你不行 你走了 谁接热线 可是救人要紧呀 万一出了什么紧急情况 我还能给你搭把手呢 行吧 走吧 好 那我去拿机器 好 下面是媒体提问时间 这里 这位男士请 谢谢 听上去 杨教授 您好 我是直击现场的记者 我想请问 您之前带来的信托产品 新磊三号 刚刚传出了爆雷的消息 您对此有什么看法吗 无可奉告 有请提示一下 现场的记者朋友们 今天的采访时间非常有限 请不要问与今天话题 有关的话题 我感谢备合 下一位 这位女士请 请 谢谢 杨教授 您好 我是新闻金行时的记者 想问一下 这些年 您推荐了非常多的金融产品 那么您推荐的标准是什么呢 我的推荐标准只有一个 那就是选择最好的企业为伴 比方说 融会财富就是最好的企业 那零零八呢 我不知道你来说说 去年的三月二号 您在喷鸣为这支股票站台 今年的一月四号 这家公司因为严重伪计 被相关部门勒令查处 无尽之谈 下一位 那维非有色金属呢 很多股民因为您推荐的 这支股票 最后血本无归 您有什么要对他们要说的吗 对你是 我没有时间在这里回答你的问题 对不起 最后一个问题 今天采访到此结束 这么多产品出现问题 您有什么要总结的吗 有什么要总结的吗 那个白老师啊 任老师 我想我们之前的沟通和交流 还不够 能否一步步一试 我们再交流交流 不用了 我的采访已经够了 我的采访也已经够了 您好 我们是新闻进行时的记者 刚刚接到您的热线电话 是 这是我的记者证 我是他的助理 你们终于来了 李女士 是您给我们新闻进行时热线打的电话对吗 就是我 那您可以跟我们说一下具体的情况 我有一个条件 你们要把我说的话全部录下来 然后在媒体上公开 没问题 来 钟晴 您坐在这儿 好 这是录音笔 您坐在这里看我就行了 我们开始吧 开始 您好 林女士 我是新闻进行时的记者何欢 您能跟我们介绍一下详细的情况吗 我和吴诺尔 我们是去年认识的 当时我去看他的演唱会 我送了一幅画给他 演唱会结束之后 他身边的工作人员要走了我的微信 您怎么确定是他的工作人员呢 那个人带了工作牌 上面写着工作人员四个字 之后呢 然后 然后我就跟吴诺尔 微信联系上了 所以您联系上的是吴诺尔本人的微信 嗯 他经常在工作之余找我聊天 我们聊了大概一个多月 就确立了恋爱关系 是他主动表白的 他说他就想找一个 单纯又有内涵的圈外女友 我恰好符合这个标准 怎么可能 那你们确定恋爱关系之后 您见过他本人吗 他太忙了 又好几次他都说要来看我 但是要么航班被取消 要么剧组不放他走 还有一次他已经出门了 但是他妈妈突然生病了 所以他就只好回去 陪他妈妈 您的家人和朋友 知道您和他的这个恋爱关系吗 他们有没有给你什么建议和意见 我没有家人 也没有朋友 我只有他 可是他却骗了我 今天早上我才知道 原来他在跟我交往的同时 还跟那个赵熙敏勾搭 妈 不会吧 我说的都是事实 你看 你看 昨天他才跟我说 我们买的那个房要交房了 要补一些税 但是今天 他就宣布跟那个赵熙敏的婚讯 对不起 李女士 您还跟这个吴诺儿一起买房呢 他说他要跟我结婚 要在北京买婚房 但是他的钱都拿去投资了 没有什么现金 首付还超五十万 我就把我所有的储蓄都给他了 好 沈姐 这条是韩国的一个牌子 这条是高定 你觉得我穿哪个合适 你自己觉得呢 这条 我当初买的时候花十好几万呢 不要选这条 为什么 这条虽然很好看 但整个气质和晚会不符 可这一看就是大牌 他太艳了 晚会的主持人 最重要的是端庄和大棋 是 观众才不会管你大牌 人家只管好看 而且月贵的东西 反而会让观众觉得有距离感 这你要听远远的啊 他主持了四届半家晚会 有经验 那你觉得我穿哪条好 我要是你 我肯定会选红色的这一条 这一条 这一条 这一条会不会太廉价了 舞台上有灯光 不会的 真的 一会儿彩排 你可以把两个裙子都带过去 你试一试 我相信 红色的这一条会更加出彩 金色这条呢 那天你们开会的时候 我看了一下 整个舞美设计的主色调就是金色 你再穿一个金色 那不就糊在一起了 并且金色在舞台上 特别容易显得俗气 您好 请问是谁点的咖啡 这儿 来 小姜 咖啡 谢啦 夜景 谢谢 天姐 咖啡 谢谢 赵老师 我请你喝咖啡 不用了 你自己喝吧 没事 我待会儿再叫一呗 那个 能不能跟你商量事 就是我最近在彩排晚会 比较忙 所以每周的房产在线 你能不能做周六周日 我做一到五 行吗 没问题 谢谢啊 谢谢你的咖啡 没事 你们回来了 盘老师 怎么样 都采访到了 那我今天顺序怎么拍啊 第一条 上现场骚乱 还有会议室的安访视频 打头阵 第二条用曾奎那边的 你那边采访用第三条 苗子的收尾 你用拍 苗子 你再补一个律师的彩法电话 好 曾奎 你那边再补一个 人会财富的背景资料 行 画面 就用杨教授的一些素材吧 这套组合群下来 直击现场今天只有躺平啊 躺不平 我们能想到的 他们肯定也想到了 那既然大家都是同样的素材 我们就立正把新闻做得更精彩 努力吧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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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关于杨世平和新磊三号爆雷的 所有的新闻 都暂缓报道 上来之后再做个物理保存 什么用是物理保存 之前跟你说过你忘了吧 就是把这个 全部上来之后复 复制一遍 哦 对对对 好 谢谢 白老师 新的创电单我写好了 还有替补跟上的新闻 怎么都管个垃圾的 没办法 杨教授那个新闻下了一整组 只有这几条新闻能补够时间 都没有一条能打的吗 这条是不是还行吗 是独家吗 实际现场没有的那种 刘思秋 喂 白老师 你这写的什么呀 这是新闻吗 我 连对新闻的基本判断都没有 你怎么当的记者呀 我 拿回重写 来 高宇初 哎 你今天出门之前我跟你说了 让你发两条新闻的 为什么现在只有一条啊 是这样白老师 等我到现场之后 我发现这事情和我们想象中 有点出入 于是我就 不追也不挖了 给自己放假了 谁批准你只交一条呢 啊 你是不想干了吗 不想干交辞职报告 好 拿回去 下班之前给我补齐两条新闻 好 你 连续三天 不是首发就是签售 你不觉得丢人吗 做这种提报 不是出版口就这些东西 我也不能漏报啊 那你就不能有点上进心 看看有没有别的新闻可以跑 咱们那热线电话 是干嘛用的 热线现在越来越少了 都没几个人打呢 就算有 也没什么新闻价值 你把那上面 最差的一条给我跑回来 也比你现在交给我的这个桥 东东 热线单子给我一个 还就不兴奋 好 这为什么到十点之后 就没有记录了 谁值班啊 上午是何老师和春意儿 可能那会儿没人打热线吧 他们俩上午不在办公室 去哪儿了 我不知道 我回来二十多分钟了吧 我才看到他们回来 你说啥呢 你们俩上午干嘛去了 二十 为什么十点钟之后没有记录啊 上班的时候脱港这么长时间 干嘛去了 吃饭 逛街 谈恋爱 连一个热线都接不好 你们还能干什么 我们 我没有 跟春意儿没关系 我把她带出去了 你说得对 我接个热线都不及格 但你作为制片人 你更差劲 何幻 你从老孙那儿出来 你就满脸了不高兴 一直在批评别人 新闻被吓了 谁心里都不好受 稿子有问题 有很多种原因啊 你问过现场 发生什么情况吗 你有给记者什么帮助吗 你有体系过他们的辛苦吗 还是你自己有什么对策 你不什么也没有吗 你就不停地在那儿发火 把大家当出气筒 你觉得这是一个团队 该有的氛围吗 我是就事论事 不是每个人都是你吧 大家都是普通人 普通人都会出错 都会疏忽 甚至都会偷懒 但起码他们 也要得到尊重和认可 如果你连这点都不懂的话 人家怎么替你卖命啊 你要觉得我接热线不合格呢 你可以随时把我开了 但今天这件事情 跟春月没关系 所有的责任 我来承担 我去 hear someone 其实你们都很讨厌我对吗 不是白老师 就是怕 所以我真的很差劲 对吗 喂 白老师 请你先来水瓶 好 黄老师 黄老师 你 对不起啊 要是我没跟你一起去 就不会这样了 这是我跟他之间的事情 跟你没关系 你和白老师都是有能耐的人 为什么就是搞不到一块呢 三观不合 感情破裂 那你现在去哪儿 回家 那你明天还来吗 不来啊 那你 以后会去哪个部门呀 再说吧 你赶紧回去吧 免得一会儿 那你骂人了 拜拜 为什么一直都没有外景镜头啊 我们忙着回来发稿 我们忙着回来发稿 急速在库里面找 好 这是什么 不知道啊 这不是我拍的 这不是我拍的 我觉得你现在不是要曝光 而是要报案 不是吴诺尔骗了你 而是骗子借着吴诺尔的名义 骗了你 我叫你们来 是要曝光吴诺尔的真面目 而你们却告诉我 不是吴诺尔 是另外一个人 吴诺尔 你们什么意思 你们是不是被吴诺尔 收买了 又来自我的口 林女士 林女士请你冷静一下 没关系 没关系 就算是吴诺尔也没关系 很好 俩我们先坐下冷静一下 先坐下好好想想 你好好回忆一下 你们的细节 当时你加了他微信之后 是谁开始聊天的 他为什么会跟 这些素材都是何欢上传的 什么时候上传的 你怎么会想到把这个 今天中午一点多 其实我也怀疑 这是一场骗局 但是他说得太好听了 喂 你是拍了一条 明星吴诺尔的新闻吗 对啊 马上把它剪出来 做今天晚上的头条 树南奉命 何欢 这是一条好新闻 这条视频呢 是我手机里的私人视频 你无权使用 你知道今天晚上 没有一条能打的新闻的 那跟我有什么关系 那你为什么要上传呢 因为你知道自己 是西门进行时的一员 对吧 我现在已经不是了 只要曾经是 就永远都是 你想要这条视频也可以 但是你要答应我一件事情 你说 就你刚才的态度 当着所有人的面 向我道歉 向大家道歉 我答应你 何浪事 好 彤彤 咱们的人都到齐了吗 齐了 大家听我说一下啊 刚才因为我个人情绪不好 导致对大家的态度也都很差 在此 我跟大家说对不起 也郑重地向何欢道歉 向被我粗暴对待的记者道歉 不要 我都想要 说我 不过的 能不能 像我一样 我说我 可以 因为我这就想要 明天也把我币 你把我币的 我币的 你把我币的 我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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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段时间大家都很努力 但是确实是我做得不对 我在此郑重跟大家承诺 以后会管理好自己的情绪 争取做一个合格的制片人 可以吗 半小时给你交稿 一会儿你去看一下何欢的素材 重新做一下串年单 今晚头条不要提一 明星骗婚还是骗子骗才 好 白老师 我这个整理好了 好 这点你不应该在上课吗 不管你的事 你老师又生病了 做你的饭去吧 你掏课了 我没有 没有啊 行 那我告诉你妈去 你不准告诉我妈 这不告诉你妈也行 那你说说我有什么好处呢 替你保密的话 我的乐缸让你随便玩 那破玩儿谁玩啊 那我让你听最炫民族风 还有呢 我再也不吵枪你的品位了 行 行 不过呢 就算我不告诉你妈 你老师也会高装的 我跟老师说我生病了 生什么病了 手疼 手疼 你怎么不说斜疼呢 我告诉你 你应该跟你老师说你肚子疼 收放自如 这重呢可以卧床不起 就轻 一趟卫生间就解决了 那我等投资课的时候就说我肚子疼 但这肚子疼呢 也有办法 一旦你老师关心你病情 给你妈一打电话 那不都传包了吗 那怎么办 怎么办呢 嗯 过来 我告诉你 下来点 你一定会模仿你妈签名吧 天 这都不会 我小学二年级的时候我就会了 我会 我会 那你呢 你下次请假的时候 就与你妈的口吻 打印一份请假条 这借口呢 用头疼 心口疼 或者是肚子疼 随便你挑 最后呢 签上你妈签名 这样老师就不会追究了 对 那我下周就是我肚子疼 再下周就是我头疼 再下周就是我心口疼 嗯 但这些呢 还不够有创意 那怎么才能有创意啊 怎么有创意啊 你可以呢 说你爷爷过生日 你奶奶过生日 你太奶奶过生日 你太爷爷过生日 你家这么多星期 每个过一次生日 你能请多少次家人 是不是 你简直是个天才 我只是过来玩儿 那你能不能再教我几张 想学 想学的话 帮我把这些菜洗了 我去教你 谢谢师傅 叫大哥 知道吗 大哥 其实我也有怀疑过 这是一场骗子 但是他说的话太好听了 我就打消了我所有的怀疑 我太傻了 太傻了 我 我太傻了 你是 你只是会被骗子骗了 不要做什么 但是你要是伤害你自己的话 那就大错错错了 那我现在该怎么办 如果我是你的话 你一定会叫你 不会让他用同样的方式 再去骗其他的意思 这样也算是保护了你的偶像 当然也一定要报警 让他受到法律的制裁 喂妈 你赶紧打开电视 调到《新闻经营时》 那个频道里面一会儿有我 你回事要还我 你记好了 那个新闻标题叫 是明星骗婚还是骗子骗财 受害者自己也说 他曾经怀疑过这一切的真实心 但是因为真相很残忍 而骗子虚构的世界让人愉悦 最终他选择了相信骗子 骗局也因此夺成 所以说 很多时候 欺骗我们的不是骗子 而是我们自己 只有勇敢地面对最真实的自己 才能真正对自己的人生负责 也只有面对最真实的生活 才能真正收莫 去飞翔 坦 Marvel的心 梦 终于 不曾遗忘 勇敢去做自己 你的光 你这大半夜不睡就要捣鼓什么呢 你来得正好 你帮我个忙 快 帮我把这个光 我要打在这个金属配件上 这个金属配件啊 这样好不好 特别重要 可以多卖点钱 这 这些东西都要卖了 不是 那这么好的东西 你卖了 你舍得吗 有什么舍得不舍得的 过去买它呢 是用来搭配 现在 我也不需要这些东西 来替我装点门面了 怎么突然想通了 其实我早就想通了 只不过 拉不下这个面子而已 现在嘛 面子算什么 生活最重要 这给你卖个高价 这是经典老花 肯定会有人买的 你相信吗 我信 信 多卖点啊 都卖了把钱还给我 你要不要拿几个去啊 我要是干吗 我背不了 我不是给你 我让你帮我卖 你还是自己卖吧 我帮你打灯就行了 快拍吧 快拍吧 别动啊 好 贺老师 好久不见 上次给你家办了十年的 那个花宴 还喜欢吗 挺好的 你看 你喜欢的花都到了 你看 这郁金香 刚到的 特新鲜 好 你看 不过新鲜 多少钱 现在这个便宜了 一桶才三百块钱 要不全给你包起来 不用了 不买花了 怎么了 福老师 以前是每个星期 都要在我这里买花的 家里出了点变故 现在想要花在实处 不能随便了花 那我送你一只吧 何老师 咱们可以没有钱花 但是不能没有花呀 谢谢 没事 慢走啊 何老师 何老师 喂 妈 昨天那个片子假扮明星的新闻 你看了吗 怎么样 那是 那个 那个新闻 所有摇摇晃晃的画面 都是我拍的 妈 你 你看到片尾那个本台记者 为您报道没 那个本台记者就是你女儿 妈 你知道吗 虽然现在我是临时客串 但是说不定以后我也是领衔主演 我也相信 妈 我快到站了 我跟你说了啊 嗯 拜拜 慢着 何老师 你刚刚的照片好好拍 我可以啊 我一会发给你 何老师 夏佳 何老师 你今天没开车啊 谢谢啊 我车卖了 怎么卖了 你那车不是挺轻的 欠债 卖了还债 那何老师 你怎么看着还那么高兴啊 就跟那天捡了钱 你不知道 恰恰相反 我是把该丢的都丢掉了 好看吗 好看 这好好看 在哪儿买的呀 这个啊 朋友送的 今晚这个事情 一会儿 确实有点 喝拿铁 但是我今晚请看看铁 我这次去办 你喝美食就好了 对啊 好 何老师 黄书记 您好 黄书记好 昨天的表现非常不错啊 您看昨天新闻了 你们的新闻我每天都看了 提点保贵意见啊 提意见不敢的 我只是觉得呀 现在的你比以前更有惊喜神了 说实话我真的是 一直在突破自己以前的状态 非常好 不过 你还是有点出乎我的意料啊 你居然愿意回到新闻中心 从信息调动员开始 那还是受了您的启发 从零开始 重新学习 重新处活 好 加油 黄书记慢走 他是谁啊 你刚来台里可能不知道 这是我们的副台长 频道总监 兼频道党总支书记 那他是个大领导 何老师 你真厉害 我来频道有好几年了 很少听到黄书记这么夸人 进去吧 范姐 他要给你插起来了吗 不用了 谢谢 对 何老师 你今天穿得这么休闲啊 这花还挺特别的 跟你今天还挺大 谢谢 何老师 我还投回见你背布包来上班 布包也挺好看的呀 之前那个酷奇老黄 我见你背特别好看 我也很喜欢 就是现在买不到了 你喜欢啊 那个包我刚好挂咸鱼了 昨天晚上挂上去 现在应该没有人拍 你要喜欢的话我给你打九折 你把那包挂咸鱼了 我所有的贵包都挂咸鱼了 何老师 这是今天汇总出来的新年 想看看哪边需要我们拍 也在呢 那个可是限量版 我特别喜欢 你们要喜欢的话都可以去看看 我咸鱼叫做寻欢不作乐 里面不管有包包还有什么墨镜呀 衣服呀 鞋子呀 大部分都是九成心的 价格呢都是原价再打五折 如果你们要的话 再给你们打九折 我们昨天的新闻上微博热搜了 哪条啊 就是那个 骗子假扮明星吴诺儿 骗钱那个 领导 领导 看了吗 微博上面已经有一百多家媒体 和官微转发我们的新闻了 看过了 现在呀 只要跟明星有关的新闻 热度都很高 你不觉得是我们的选题抓得好 稿子写得有深度吗 热度都很高 在这边 就像个月 有一百多家媒体 一百多家媒体 拿来 差一样 还多两百多家媒体 二百多家媒体 一百多家媒体 一百多家媒体 实际家 一百多家媒体 1970年 像狂推开疲惫的乌云 侵落在这城市的谷底 有多少不期而遇 会引去神迹 或只是偶尔时光里过期 童行的路为什么迟迷 眼前的女像晴空 也像大雨 故事走走停停 结局还若现若隐 在误会中被迷 又在梦里憧憬 如果爱也能有回忆 把昨天的四季褪去 是否就能让你 也敢同身受体谅的共鸣 漂流过人海的结局 相遇有多幸运 幸福有一天也没有关系 只有心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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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